座位 签字文之一 消遣 1967年快入福的时候 北京的人口空前的膨胀起来 室内交通工具本来就紧张 那阵子上岁数的能挤上汽车就算本事 至于座位那得看小将们的风格了 事情发生在石鹿公共汽车上 车里几乎一半乘客都是些年轻小伙子 坐着站着的都有 车开到六部口站 也就是中南海红墙前面 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居然也挤了上来 她脸色枯黄 瘦得确实就剩一把骨头了 双颊布满那种网状皱纹 从塞不看 嘴角就是有牙也剩不了几颗了 天那么热 可她头上却戴了一顶黑色毛线织的小帽 乍看很像个尼姑 她气喘吁吁的攀上来后 车门就关上了 汽车开动前 赵丽要那么吼上一声 不料却把老太婆吓了一跳 她慌张地往人丛里起 这时 把车门站着一个精神抖擞的小青年 一身草绿制服 尖头跨着个姜黄色的背包 一看就知道是来串联的 老太婆的可怜相 大概触动了她的同情心 只听她扯了喉咙嚷 同志们要斗司劈修 给老太太让个座位 一边嚷 一边用严厉的目光 瞪着坐在头牌边上的一个中年人 是由于那句雨露的力量吧 那人赶紧欠起身来 把座位空了出来 老太婆哆哆嗦嗦 像是想坐不敢坐的样子 最后她还是颤巍巍地道了谢 一手扶了椅背慢慢坐了下来 坐下之后还东张张西望望 仿佛怕谁会伤害她似的 汽车从中南海那座红油漆大门持过 然后朝人民大会堂的方向开去 这时车里有人 七七扎扎地议论起来 大热天的 怎么还戴顶毛线帽 瞧她那副雄像 就不地道 这些议论当然也送进 那位喊要斗司劈修的青年耳里 她一边听 一边用眼睛紧紧盯住老太婆 忽然间她采取了一个革命行动 把扣在老太婆头上的那顶黑色毛线帽 印给拽了下来 邓时露出的是刚刚剃完 还有些发亮的光头 老太婆本能地卷缩成一个团团 浑身哆嗦起来 啊 我上你当了 青年像是抓到什么罪证似的 提着那顶小帽 历声嚷道 你这个黑无泪滚下去 车上的人都吃惊起来 有的也附和着骂了起来 也有的简末不语 站起来 那个青年气冲冲地命令老太婆 她感到特别有责任来钻她的证 这时 老太婆才勾搂着腰 用颤抖的手掌 撑着座位站了起来 头低着 肩头闪着 仿佛生怕青年给她一拳 车开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公站 老太婆在众目睽睽之下 扶着车门把手下了车 下命令赶她的那个青年 坐了下来 她继续用愤怒的目光 瞪着车下那个老太婆 一只手拨开制服的领子 另一只手用一张小报 使劲地扇着自己 1981年 选字 《消遣选集》第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